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必须将不住六成身心 放在心中 时时观照其心动力 唐语六成稍有粗浊 便当即立断 坚持不懈 至诚恳邪 求三法爱恋舍兽 放光假辟 祖母之离 念佛不得力 一群有未在此中永功灭 这一小段 这是把如当奉持的具体办法 再简单地说说 我们怎么个奉持吧 必须一定的 要把不住六成身心 这个开始要常常记住 不住六成 二身七星 这个应无所住 把他讲得很具体 就是不住六成 六成是什么 四身相为错法 不可以执着 执着就错了 实时观照 我们齐心动力 有没有住 有没有住在六成经界上 实在讲 我们一定会住 不住不就成菩萨成佛了吗 那你是凡夫 凡夫一定住嘛 我们凡夫很苦恼 住而不能够觉察了 真正修行用功的人 他住了 他知道他住了 他觉察到了 这比我们高明多了 我们住而不觉察 不知道 现在先要觉悟 而知道自己住相了 先要知道 这个就是你开始觉悟了 在勤心动念之处 唐鱼六成 稍有促作 我们现在不但是 稍有促作 促作太多了 这是无量无边的 深厚的吸气 因此 要小的当机立断 不能等待 就在这个时候 就要断掉 那怎么个断法呢 没法子断 能够当机立断的 都成就了 我们呢 断不了 实在讲 也不晓得什么叫当机立断 但是有一个方法 念佛 才觉得心里有助 把这个念头 马上转到阿弥陀佛 符号上去 让我们的心 不要住在六成的沉静上 把它转成阿弥陀佛符号上去 这就对了 这比禅宗容易太多 宗门的修行方法要断了 我们这个地方念头转成阿弥陀佛 我们还是有助 住在阿弥陀佛上 念头啊 换过来了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很大 因为你这个念头住在六成呢 你搞六道轮回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念头转到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不在我们这个六道 不但不在我们这个六道 也不在苏婆世界 而是在苏婆世界的西面 过十万亿佛过度 那一边有个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念头一转呢 就从苏婆世界转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了 这个法子妙啊 这个法子不难啊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 能够这样修行就好了 那这一生当中呢 不断见识烦恼 不离四相啊 也出了三界了 也涌头轮回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古大德所说的 古大德所说的 但德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呢 也就是说 我们把破四见破四相 断烦恼 明心见信这个事情 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办 见到阿弥陀佛办这些事情 就很容易啊 就不难了 在这个世界办了 非常非常困难 很不容易 心求往生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立刻就入金刚薄弱的境界了 我们用这个方法 一定要坚持不谢 决定不懈怠 不懈怠啊 宗门大德常说 不怕念气 只怕觉知 这两句话我们用得上 不怕念气 念气就是诸六成境界了 就是诸相 不怕念气 要觉到快 要转得快 第一年起来 是五月六成 第二年呢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转得快 这叫真正会用功 这个叫真正念佛人 他会念佛 他会用功 功夫等力 虽然如此 我们还是要至诚恳切 求三宝加持 怎么个至诚恳切法 怎么个至诚恳切法 念头转慢了 诚意就没有了 恳切也没有了 至诚恳切不再乞讨 就在那个念头 就在那个念头转得快 你念头转得快 阿弥陀佛与圣方 一切祝福如来 一定能感到祝福如来 能感到祝福如来 放光加辟 这个我们得助力了就大了 佛这种加持 佛这种加持 有行加 有民加 民是民民当中加持 你自己不觉得 在你功夫得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自己会感觉到佛加持 很明显 佛时 时时刻刻都在身边 套一句他们宗教里面所说的话 上帝与我同在 诸佛菩萨确实与我同在 一点都不假了 念佛人 念佛人功夫不得力 要是仔细追究他的原因 还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主相吗 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没有真看破 没有真方向了 心还住在六层上念阿弥陀佛 那怎么会得力 怎么会有感应 那不可能的 我们也正是念佛功夫不得力了 所以仔细来读读金刚经 希望借助金刚波若波若密的帮助 帮助我们无助 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老实念佛 这是我们念佛人 学金刚经的目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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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